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机制栽培的甜瓜 这边是博洋六一 这边是博洋九 现在已经开始在收粉了 你看 同人刚通过药 在这个时期啊 这个甜瓜的水培管理 尤其是肥料 就是我们一亩地 用多少肥料啊 这个要跟进一期 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 这个机制栽培的甜瓜 我们用的肥料浓度是多少 看一下 测一下啊 测一下的一期值 基本上也就是二左右 是这样的一个肥料浓度 这个甜瓜啊 因为它这个根系呢 相当于是比较属于弱根系啊 并不说像番茄那样 比较耐盐分 并不耐盐分 所以说我们在施肥这些话呢 一定是少量多次的去施肥 大家看了 我们这个一期是控制在二 就是在蓬瓜之前 在这个时期 一期值呢 尽可能低一些 因为这个时候 它的需求的养分呢 并不是说特别多 如果说现在你就开始用 这个大量的肥料开始上的时候 还没到蓬瓜期的时候 开始用的时候 那么可能会造成根系 周围的盐分过多 无敌烟过多以后 对根系造成液危害 最终呢 可能造成了根系的一个枣拍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这个时期呢 肥料弄度不必太高 另外一个配方问题 如果这个时候呢 肥料配方呢 很多朋友喜欢用平衡肥啊 或者是什么高蛋肥啊 实际上是大错特错的 因为这个作物 它对蛋磷甲 这种大量元素的需求量啊 并不是说 我长叶子的时候 我就需要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蛋 它并不是这样的 你如果蛋高的话 可能会造成 这个作物啊 很难 并且呢 还容易出现花瓜 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不建议用平衡肥 或者高蛋肥 在这个 作瓜之前 这个填瓜上使用